在武侠电视剧《天龙霸布》中 出现了众多女性角色 美若天仙的王语妍 善解人意的阿珠 刁蛮任性的阿子 几邻古怪的钟灵 清冷孤傲的穆婉青 他们串联起了天龙整个剧情 然而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点 他们的父亲都是段正纯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 段正纯就是个绝世大渣男 然而剧中段正纯的女人 不管是王妃刀白凤 还有一斤假人的干宝宝 李清罗 康敏 甚至还有为他终身补嫁的软心竹 秦红棉 为何个个都对他死心塌地 甚至愿意为他去死 我们先来看一下段正纯的 这些女人都有谁 王妃刀白凤 大理段氏虽然贵为皇族 但是大理其实还是百姨族居多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段正纯特意娶了 百姨族大酋长的女儿刀白凤 很明显这是一场政治联姻 而百姨族历来都是一夫一妻制 当然这也难不倒花花公子段正纯 没办法再娶 她就只好在外面到处念花惹草 处处留情 刀白凤容貌甚美 虽已中年 房子不减 但是有这样一位美貌的原配夫人在 还是拴不住段正纯的心 她没到中原出差 必然会沾上一位女子 气不过的刀白凤 便在天龙四晚找到了一个天下最肮脏 最丑陋的男子加以报复 这就是段延庆 而这一次的报复行动竟然有了儿子段玉 不知是出于愧疚 还是痛恨段正纯的多情 刀白凤出嫁做了戴发修行的道姑 肝宝宝 翘摇叉肝宝宝是万节谷谷主中万筹之情 肝宝宝在少年时与段正纯相遇而陷入情网 并与之朱胎暗结 扑腾不至 无奈只得下架给接盘侠中万筹 不久就生下女儿钟离 而中万筹也因为自己冒仇 对肝宝宝是百般宠爱 但肝宝宝对段正纯还是念念不忘 不得不说段正纯这手段太强了 只是肝宝宝虽然心里一直有段正纯 但到此还是没有背叛自己的丈夫 秦红眠 修罗刀秦红眠和肝宝宝是同门师姐妹 秦红眠容貌极美 功夫也不足 性格更是火爆 在当年与段正纯相识的时候 两人先是打了一架 段正纯一句修罗刀架似 做鬼也风流 开启了两人一段孽缘 秦红眠的占有欲很强 想得到段正纯的全部神星 因为段正纯不能与他长相厮守 一怒之下带着女儿穆婉清隐居幽谷 他和女儿与师徒相撑 并未告诉他自己的正式身份 为了女儿免于被父亲男子欺骗 用自己的性命相邪 逼迫穆婉清发下重视 第一个见到他面目的男子 若不杀他便去嫁他 段正纯对他的始乱终气 让他从此恨上了世上一切男子 康明 康明的人生比较复杂 又是家境贫寒 但是无奈他自己心高气傲 否则也不会喜欢上年少多见的段正纯 不过他不甘心只做段正纯的一个外事 他想要当王妃 但是刀白凤背后势力太强 给段正纯三个胆子 他也不敢修了王妃 康明看自己成不了王妃 便嫁给了丐帮的副帮助马大元 马大元对康明千一百顺 而康明在马大元面前说一不二 比跟着段正纯和一群人争风之醋强多了 只是康明也不是省油的灯 凭着一己之力 骄傲的盖帮四分五裂 后期康明更闪一贯顺风顺水的段正纯 在他那里翻了车 差点死在了问油箱 最后还是女儿阿子帮他报了仇 阮心竹 阮心竹在段正纯中断女人中间 似乎是最缺少主见 心底柔软之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既能为了勤囊段正纯 很心将两个女儿送给别人来养 自己独居在小镜湖 日日在那里等候段正纯 不得不说段正纯的魅力值太逆天了 而他似乎也最得段正纯的心 段正纯只要到中原 就必会来到这小镜湖找阮心竹 他被四大二人追赶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小镜湖避难 阮心竹这里 其实已经成了段正纯的第二个家 甚至比他在大理的家里 还要逍遥快活 李清罗 李清罗是李秋水与乌雅子的女儿 颜值自是不低 只是李清罗却是个爹不疼 娘不爱的小可怜 嫁给姑子王老爷后 他就成了王妇人 后来段正纯与李清罗相遇 两人一起花钱月下种茶花 自是好不快活 李清罗又为他生下了王语焉 只是不知道李清罗是在婚前遇到段正纯 还是婚后遇到段正纯 李清罗和段正纯分开之后 更是恨劫了段正纯 她的狠毒不亚于马夫人康敏 李清罗居住的地方满陀山庄 明令尽致男子如内 并且见到大理人就杀 可见也是被段正纯伤透了心 这些性格各异的女子 最后都跟了段正纯 年少时的段正纯是典型的高富帅 事业和爱情双丰收 妥妥的人是赢家 哥哥段正明 陈公多的皇位 他因此而关居镇南王 显赫之极 武功虽说不是一流 一阳至神功在江湖上 也是响当当的 书中描写段正纯的样貌 一张国字脸 神态威猛 浓眉大眼 肃然有王者之相 王八之气 扑面而来 这可是魅力加分相 再加上他显赫的绅士 段正纯在泡妞这条路上 自然能混得风生水起 而段正纯的为人主事 也很值得称赞 他身心豪爽 在江湖中 结掉了很多好友 对朋友也是两肋插斗 就连一些结交不神的武林人士 都能够慷慨相助 肖峰差点成了他的女婿 后来又成了他的杀女仇人 自己还被冤枉成带头大哥 但是段正纯气的肖峰 是他的救命恩人 肖峰在邵氏山被人围攻的时候 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算得上是敢做敢当的汉子了 这样的人格魅力 连男人都能征服 更何况是女人 自古美人爱英雄 可不是说说而已 而且段正纯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女人 都付出了真心 这些女人或多或少 都因为某些原因 缺少关爱或者照顾 这是段正纯的体贴和关怀 抚慰了他们受伤的心灵 他在和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心里就只想着这个人 让他感觉自己才是他最爱的女人 这种错觉也让他的几个前女友 不能释怀 段正纯的一生 可谓是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但是风流而不下流 贯穿了他的一生 年轻时候处处留情 导致段宇闯荡江湖的时候 到处碰年妹妹 无论是作为丈夫 还是父亲都不称职 但如果撇开这一点看 他又绝对算得上一位豪杰 最后当慕容妇 杀害这些女人的时候 段正纯不忍他们为自己而死 也不愿独活 一刀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所以他们一刀去了 虽然段正纯生性风流 惹下了不少的风流战 然而人虽多情 却又痴情 最终为情而死 可以说是金庸笔校 当之无愧的情种了